而因為歌喉案過世的劉小妹妹 昨天家屬是在榮總靈堂 舉行了頭期法會 父親也是在靈堂外面 首次接受了媒體訪問 他聲淚俱下的控訴說 到現在還沒有收到一句道歉 實在無法原諒凶嫌 一定會幫女兒伸張正義 震驚社會的女童歌喉案 4號晚上家屬舉行頭期法會 事發已經一個禮拜 但是劉爸爸卻始終得不到凶手的 一句道歉 曾經答應過女兒要帶她去日本沖繩旅遊 但是如今這個夢已被打碎 劉爸爸好心痛 只能將靈堂佈置成沖繩的感覺 送寶貝女兒最後一程 小學六年級畢業的時候 第一個夢想 就是帶她去環島 但是這個夢到現在已經 沒辦法去完成了 只好佈置成像 有沖繩那種感覺的靈堂 然後一些她喜歡的娃娃 曾經編織過的夢想 卻因為凶手的冷血和無情粉碎一個家庭的幸福 劉爸爸含淚控訴一定會幫女兒伸張正義 家屬只希望司法能儘快還給他們一個公道 讓留小妹妹安心的到天上當快樂的小天使 UDNTV綜合報導